木斗鱼海域发现一具无人扶具 外形向风帆船 却没有任何可以辨识所属单位的助记 目前已交澎湖海巡队拖拉回马工 将由有关单位进行辨识 这一具无人机具 外观向风帆船 内建有太阳能板和卫星发报装置 被发现在木斗鱼海域漂流 渔民发现后将他套上绳索 一路往即备港拉 准备交给有关单位 细信渔民说 他从事渔业这些年从没看过这种东西 他判断这东西有太阳能板 应该有动力 但可能故障了才无动力漂流 他拉回即备港再通知海巡队来取 不过海巡队更早一步得到消息 半路上就打电话给他 请他在即备港外和海巡队交接 这不知名的东西 就被海巡队拉回马工港了 11点多在木斗鱼附近发现了 他长得什么样子啊 就类似一艘帆船 这个风浪板那种 类似风浪板这样的小艘 听看不是就没有人了 然后上面有很多太阳能板 是是是 还有GPS啊 刚开始 这应该是类似一个接收器吧 就像气象啊 或是海上地方在侦查什么东西 是是 这一个无人符具上头没有任何文字 或标示可以辨别的所属单位 海巡队方面也不受访 只说将交给有关单位便是 记者 陈荣誉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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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